2008年,她開始身體更多的病 當時有頸椎手術 因為頸椎手術也很大 因為她有強植性脊椎炎 人會彎,手也會彎 當時做手術 在做手術之前,為她瘦了水泥 我很感激地煮,之後她開始有其他事 不停地,心臟病,一路一路很多問題 但每一次都是通過禱告 她自己有順心的領受 她就一次一次經過 其實很多次禱告,神都很好 毛瑩環,去到得醫治 在我入讀神學的時候 2011年的時候 爸爸,我2012年入神學院 2011年的時候,我爸爸 因為跌傷了尾龍骨 入住瑪麗醫院 她睡了五個月醫院 不停有感染 不停有感染 感染就變成爛肉 後來她要割開了 拿一塊皮 在這裏拿一塊皮 然後貼在這裏 因為肉爛了 已經去七十幾歲了 一路就祈禱 那時沒有辦法不去 她做手術 我在醫院 她做手術那天 我做了四五次手術 分了五個醫院 最後一次做手術 我第二天要去飛 我就為她在手術室門口祈禱 然後她出來 就OK的手術 我去完韓國回來之後 她還未出院 護士就說 她說她出院都要轉去大口環 可能要做一輪的治療 才可以走得回 動得回 那我就跟神說 我說神 如果 我會很擔心她 就是 好不好 就是 我就跟神說 神 如果你真的要我奉獻 去裝備 去讀神 可以服侍你 我求你 醫好我 我媽媽的病 那於是 有護士說了 她需要去大口環 起碼去做一輪的物理治療 的時間 那我就去探 去醫院探她 我就神感動我 就跟她按手祈禱 在她的患傳 我按手祈禱 我奉獻祈禱的物理 叫你起來行走 那她就過了 那我就有信心 但真的很感恩 是爸爸也有個單純的信心 過了兩天 護士跟我打電話來 你爸爸可以回到醫院 嘩 我很開心 然後我問 為什麼會這樣 那些小妹妹 我有六兄弟姐妹 都說爹 怎麼這麼厲害 那些姑娘都覺得很奇怪 她說 是呀 本來她不肯走 不知為什麼 她那天 就說 本來過了兩天 就要去大口環 做麻利治療 但她不停在醫院的通道 走來走去 就是走來走去 就是我討告之後 我真的忘記第幾天 但她就真的起來行走 神的名下應該清楚 因為神的應許是順實的 因為我奉她的名 去宣告去醫治 那時候我爸爸得醫治 給她 她真的起理行走 哈利會人 感謝主要 你可以說一說 你為她祈禱 那時候你的心態 你的內心有沒有掙扎 有沒有懷疑 有沒有擔心 有沒有信心 有什麼形容你內心發生的事 因為我爸爸真是神很多次的醫治她 很多次 所以我只是對神有信心 我相信神是叫我這樣祈禱 其實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她何時起離行走 我也沒有想過她起離行走 即是會行正點 我是沒有想過 我只是信著聖靈叫我這樣祈禱 我就有信心去祈禱 我當時是一個很單純 我覺得神叫我這樣祈禱 她一定會這樣成就 那我就 但是怎樣發生 怎樣發生 何時發生 我其實就沒有再想了 我只是 就是這樣說 就是一句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離行走 那當然我有祝福她 但是都是很簡單 就在她的耳邊 就跟她的吐告 那其實這類的吐告 我為媽媽都很多次的 那有一次呢 她其實兩隻腳都骨敷了 左腳已經骨敷了很久 即是悶了 然後就有一次做完手術 因為那時候我經常見她沒有回教會 我說爸爸你要回教會了 因為她已經在路人院裡住 她就說 嗯 行了 讓我的腳好一點我就會回 我說好 我為你祈禱 那你好一點就要回 那她呢 祈禱真的能走得回 好一點了 因為本來她要用四個腳的隔去走 但她自己不需要走得回 但她又不回教會了 那我就說 那我可以走 那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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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是嚇她 那我就說 那爸爸其實呢 你都是晚上坐在那看電視 那就不需要走的嘛 那不像晚上坐在那看電視 都不需要走 那你又不回教會 那她就看著我 那我想走好一點啊 那我為你祈禱啦 那你會走好一點你就回教會了 那她說好啊 那然後呢 那她就祈禱好了 那她就 過了一兩個星期之後呢 那她真的走到喔 那她就 直到她離開 即是離開世界 在這段時間 應該都幾年 應該都有四五年的時間 她就 一路都發覺了 每個星期 就算她起床 她都發覺了 每一次每一次 因為她對神真的有信心 所以就算通過一個 我們有個信心的宣告去醫治 受醫治者 即被服侍的人 她都要有信心去支除這個力量 那時候我爸爸也是一個很坦誠的人 他覺得我女兒為我祈禱 耶穌真是這麼大 我爸爸說話不多 但是呢 你看到她 她會用行動來證明 因為我說 我祈禱土 你好快 你的腳行得 就要去敬拜神的 好不好 嗯 她答應了她真的做 她真的去感恩 她就用她行動 每一個禮拜 就去 教會去守住人 所以直到她回天家 甚至我第一次禮拜都感恩 為了這件事都感恩 她就用她行動 來證明她對神的感恩 對神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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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神的感恩